大家好,我是热爱中国历史的小超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历史小故事 点赞收藏支持中国传统文化 你们知道吗,顺帝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帝王 位列五帝之一,也是历史上第一位以笑闻名于世的帝王 顺帝有多笑 顺帝的父亲古首及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像 多次想害死他,他都侥幸逃脱 事后顺毫不及恨,仍对父亲恭顺,对弟弟慈爱 他的笑形感动了天帝 顺在栗山耕种,大象替他耕地,鸟带他除草 这就是笑赶天帝的故事 位列二十四孝之首,最后受禅帝王之位 热爱中国历史,上人人动画网,观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全写实的人物动画制作,高度还原的历史全貌 带你跨越时空,见证历史 今天的历史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小超期待和各位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